哈喽大家好我是胖君 我已经回国了 这里是四川大梁山的沿原县 也就是丑苹果的原产地 我过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尝尝这边的苹果到底好不好吃 其实在两年前我已经吃过了 之前有一个给我摘苹果的小男孩 也就是阿希拉叶 给我摘的就是这种苹果 特别甜 但是当时由于没有渠道 所以就没有给家人们分享 那边果农们正在采摘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里是沿原县周边的山上 海拔2300到2600米之间 漫山边也都是这种苹果 海拔比较高 然后日照充足 离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 所以没有什么污染 沿原县的丑苹果 我最近几天已经吃了很多了 非常的脆甜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酸味 九分甜一分酸 但是放几天之后就变成纯甜的了 口感非常不错 皮薄肉厚 香甜可口 朋友们你们知道地上铺这个薄膜是干嘛的吗 刚开始我来的时候其实也不太懂啊 我以为是防止这个苹果掉下来 然后掉下来腐烂了 谁知道我朋友跟我说是为了 反射这个阳光到苹果的身上 特别是枝头下面的啊 怕吸收不到阳光啊 所以说就铺了一层这个反光的薄膜啊 然后让每一个苹果都能这个沐浴着沐浴到阳光啊 水果它日照充足的话 它口感越好颜色也越好看 这些叔叔阿姨他们都在忙活着在苹果啊 大家看一下梁山的苹果 它虽然外观不好看啊 叫丑苹果 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很棒的啊 因为这边天气比较恶劣啊 导致它的表皮啊没那么好看啊 这里现在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叔叔阿姨 还有大姐大哥们啊在采摘啊 看呀 这种的话就是出出摘的啊 大有小的啊 后面的话 咱们会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啊 筛选好几次才给大家发货了啊 来朋友们 咱们随手摘一个苹果尝一下啊 你看 水是不是很多 很甜口感特别好啊 这是叔叔阿姨们采摘的苹果啊 有大有小这是出摘的啊 然后这种的话就属于大果啊 这种的话就属于 中果啊 人员现在丑苹果 它普遍的个头不算很大 我吃这个已经算是大果了啊 大果回来的炒大果口感更好 啊朋友们一个苹果被我干完了 太好吃了 解渴又解腻 农民叔叔阿姨忙活一整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啊 把苹果卖点钱啊 不容易啊 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卖个好价钱 这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是给主人家过来摘苹果的 咱们采访一下 这个阿姨在采摘 还有的爬树场啊 都在不停的忙活着 哇这个苹果不错 好红啊 叔叔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是帮别人采摘吗 帮别人采摘的 呃 是这个按斤算的吗 哦 按斤算的 一斤给多少钱 一斤一块 啊 九分 一采一斤九分钱 那你一天能采多少斤呢 你采两千来斤啊 两千来斤啊 那就是二百块钱左右 是吗 那还可以啊 一百八块钱啊 哦 一百八十块钱 不过也挺辛苦啊 采摘费九分钱一斤啊 朋友们 现在我来到了打包的初选场地啊 就摘了果子以后在这边进行筛选分装 装上大箱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到我们那边的电商仓库进行分解啊 像这种就特大果 好大好大 这种是初选装的箱子啊 朋友们 咱们给大家发的时候会选择那种彩色的红箱子啊 很喜庆的啊 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礼都不有面子啊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四川卖水果了啊 上次是七月份在潘芝花卖芒果 我看到 朋友们的评价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说啊 我在这个品库上面也会把它把控好啊 总之有任何问题啊 旁边都会给大家解决的啊 不会让朋友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现在带大家参观一下咱们发货的仓库啊 是用什么箱子装到苹果给大家发过去啊 就是这种红色的彩箱啊 五层加厚的啊 每一个果子它都是掏了这个泡沫袋的啊 防止损伤啊 这个苹果是按金层的朋友们 有五斤装的有八斤装的啊 不管它满不满啊 都是逐秤的啊 苹果它是按金算的朋友们啊 净重五斤和净重八斤的啊 不是按个算的 别到时候说到以后一看哎 箱子里面怎么少一个少两个啊 这是正常现象的朋友们 请多多理解啊 朋友们刚才已经带大家参观了一下 岩岩县本地的丑苹果基地啊 我也尝了几个啊 味道非常不错啊 汁多又脆又甜啊 大家如果有想吃的啊 这两天我会开播 或者是在我橱窗里面购买啊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 一路的支持和信任 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那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家人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